中国大陆又再次发生猥亵幼女案 涉案之一却是海南万宁市一所小学的校长 中国大陆民众对此是纷纷谴责 表示多年来孩子在学校被老师校长强奸 猥亵的事情一再的发生 而这是曝光出来的 那么没有曝光出来的还有多少呢 很难想象 有人就说民众再这样沉默下去 未来国家和民族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5月8号 海南省万宁市后廊小学 有6名6年级女学生失踪 引发老师和家长恐慌 直到5月9号万商11点 一名女生到了海口亲戚家 另外3名女生在海口承西镇一出租屋被找到 10号上午10点 在万宁市长丰镇一度假山庄 再找到另外2名女孩 这6名女学生经过医院检查后 医生对家长表示 女生下体遭到不同程度伤害 疑似遭遇性侵 警方调查后得知 8号晚上 4名女生在万宁一家大酒店开了两间房 从监控视频中看到 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陈某 晚上进入其中一间房 早上却从另一间房出来 另外2名女生则在另一度假山庄居住了两夜 与万宁市房管局工作人员冯某一起住了一夜 随后有媒体报道 当地警方对2名涉案人员进行拘捕 并且声称6名幼女没有受到性侵害 14号凌晨 万宁市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宣称 13号21点 对4名涉事女学生进行相关检查 经法医鉴定 4名女生处女膜完整 令2名涉事学生将再进一步鉴定 不过 事件中的5名幼女的家长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10号孩子们就做了检查 从法医或办案民警方面 获知女儿处女魔破裂 因此他们质疑新的结论 拒绝签字 一名女童的父亲怀疑女童被落药 他表示 这名校长曾经利用女童 与她发生性关系 而其中一名家长公布了 女儿戴血的内裤视频引发民众大怒 不过 中共喉舌 央视则报道说 警方宣称 女生主动联系校长 首席这件事是肯定是不对的 在学校的 它不应该发生这样的现象 引起这样的现象的约因 是咱们国家的政府部门的职责 政府部门的不作为造成的 社会现象的败坏 就连学校这些境地也被误人了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表示 中国人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校长那更应该是道德 人品的楷模 中共就是一个逆淘汰的大机器 它的触角伸入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学校也不例外 能爬到校长位置的人 很多并不是依靠财学和品德 相反 很多人恰恰是通过败坏道德 才在中共的教育系统里面找到了位置 把孩子教到这样的人手里 那真是家庭与社会的大不幸 大陆网络作家墨黑指白 14号在网上发表文章表示 当一个国家的幼女可以肆意被凌辱 足以证明这个民族决然没有希望 因为在中国像这次海南发生这件事 它并不是第一次 而且是很多次 然后当你看到时候 那种感觉永远都很歌星的痛 因为你一个国家的发展 它首先要靠的就是孩子 那你把孩子 你就可以随意的去听喊的时候 你很难想想这个民族 它将来是怎样往前走啊 2011年 陕西略阳县四名村干部 救后轮奸12岁女生 2012年 也就是去年 河南永城再报官员强奸幼女 同一年 河南信阳的一名60多岁教师 猥亵多名儿童 这名教师是当地派出所所长的父亲 林子旭希望人们都站出来 不再袖手旁观 他质问 中共那些党官 为什么这么多年 能够一再胡作非为 和每个中国人的懦弱 没有关系吗 他说 中国人再这样沉默下去 国家和民族 不知道会被中共糟蹋成什么样子